1600整点新闻 我是詹书涵 新闻一开始带您掌握疫情最新消息了 首先看到的就是二级警戒持续延长 部分措施将会松绑 台湾最新的一个状况 我们交给记者五旋桶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持续带大家来关心今天的疫情状况了 台湾今天是新增了两例的本土 以及八例的境外移入个案 那么在本土部分呢 都是在新北市 那么现在台湾的疫情是逐渐的稳定的 而高端疫苗呢 最近预约也差不多结束了 但是呢 在指挥中心今天是宣布 因为有余裕的关系 所以要在23号的时候 在二度加开 预期最快才27号的时候 能做施打 我们来听一下指挥中心怎么说 有关于高端疫苗 我们在23号要开始来施打 那在上次我们8月13号之前的 那日上在这一段的预约 已经都完成 那我们经过结算之后 那还有一些余裕 所以我们在8月 在另外一波 在当初8月16号 14时以后 新登记或加选意愿登记为高端疫苗的民众 我们会从 距离8月21号12起 就说刚刚我们把这意愿就先停下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发出 可以来预约 那8月23号 10点到8月24号 18点 那这个时候他可以来预约 那预约他的施打的时程 我们本来第一波是23号到29号 那这一波的施打的是8月27号到8月29号 换句话说 另外柏六新增了两例的境外移入个案 在国内部分 他们反国的话 也必须要加做两次的PCR检验 另外这个二级是延长到9月6号 但是有一些相对应的措施也是有做松绑的 包括像是如果你是同住家人的话 你也不再受限于隔板 而且不需要梅花座 但是还是要与其他的桌距保持安全距离 另外在医院探病的部分 也是有条件的来做开放 而至于外界有人质疑说 这个二级警戒会不会一直维持到今年的年底 陈时中也不否认 但是表示因为这个二级警戒相对来说 跟三级来比是比较宽松的 但是还是会朝着恢复以往的自由生活迈进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资讯主播 而台北市今天是没有新增个案的 市长柯文哲就表示 疫情有逐渐下降当中 但是因为居家办公之后 一旦有一名确诊者 就需要匡列整栋楼 因此他认为开学之后 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 台北市是加零 大概我们过去两个礼拜 已经有三天是加零 不过虽然是加零 还有个问题 今天境外有巴黎 因为毕竟目前整个世界还是 疫情相当严重 那台湾也不可能 永远跟整个世界不来往 所以这个边境的控制 恐怕在未来的这段时间 应当是一个重点 我们的确台北市是慢慢在趋缓 不过还是有些问题 也利用今天这个周末来足以说明 如果从确诊案例来看的话 那的确是按照我们的计划 就是说我们最好的目标 就是每个礼拜比上个礼拜减少一半 它慢慢降下去 因为这个社区还是有不明感染源 那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全部找到 去清除 我们希望说这个礼拜不要再超过上个礼拜的数目 就可以慢慢再继续再往下降 不过前几天也讲过 在开始恢复活动以后 特别是现在 以前大家都居家办公 现在慢慢回来办公 后来就发现 这个办公大楼 常常一个确诊 整层楼都抓去居家隔离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最近居家隔离人数 我们最少说已经降到不到300了 最近开始往上 我认为随着开学以后也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随着我们慢慢在解锋 你知道 这的确会有新的问题 高端疫苗下周一就要开打了 而目前指挥中心公告 有两例疑似接种高端之后 产生了罕见不良反应的受试者 一例是颜面神经麻痹 另外一名则是眼牙偏高 高端疫苗下周一就要开打了 目前是开放20岁以上的人施打 不过目前有观察到一些比较罕见的副作用 像是颜面神经麻痹或是眼压过高 不过确切跟疫苗有没有关联 还有待理清 高端二期近4000名的受试者中 只有两名受试者出现相关症状 其中一名接种第二剂后13天 出现短暂性脸部麻痹 治疗后已经康复 他接种前也有上呼吸道感染 另一名则是打第一剂后18天 出现眼压偏高的症状 也没有达到高眼压标准 治疗后获得改善打第二剂也没有出现相同症状 那个高端疫苗 他是在临床试验时候看到一粒 有颜面神经麻痹 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不良事件而已 指揮中心也在网路上公告指引 提醒高端接种后 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红肿 千万不要揉抓 冰敷通常就可以缓检 七天就消失 而不常见的不良反应 像是接种部位骚痒 寒症心境等等 都是发生率千分之一到百分之一的症状 另外发烧或急性中重度疾病患者 和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不宜接种 而孕妇也缺乏临床试验资料 接种前要先请医师评估风险 哺乳中的妇女则不会有太大疑虑 打AZ后产生疑似不良反应的健身网红 筋肉妈妈也在脸书PO文 目前静脉栓塞变成肺栓塞正在治疗 也被医师警告这辈子可能都会复发 吃药治疗期间也不能运动 让他感叹真的是命运逼他转行吗 医师提醒民众接种AZ疫苗后 如果有双腿肿胀的状况 可能就是静脉栓塞的警讯 要尽快就医避免转移其他部位 台湾的餐饮开放内容之后 业者要架设隔板梅花座 不过这样真的是有效吗 有医师就认为隔板只能够阻挡大的飞沫 根本没有办法挡掉细小飞沫 加上如果没有通风换气设备 也有可能传染给其他人 餐厅开放内容之后 除了要梅花座之外 业者也会架设这一种隔板 但是专家认为 其实隔板对于大飞沫有效 对于小飞沫没有办法完全阻隔 餐厅内人一多 民众呼出的呼吸一滴 往往还夹杂细小飞沫 尤其在提高音量时 气溶胶颗粒会在空气中积聚累积 台大医师苏大臣表示 暴露在这些条件超过15分钟 感染风险就会增加 要不是隔板隔的不完全 要不就是可能在互相在吃饭聊天的过程当中 还是会有一些亲密接触 民众如果在一吃完饭 只要不需要口罩脱下来的时机 都尽快的把口罩戴上 餐厅属密闭空间 通风换气也要加强 不少人认为 只要开冷气风扇就好 但这能通风未必能换气 若室内一直循环脏空气 也是百搭 室内容流人数空间大小 停留时间气焦与通风效果 都是病毒传播关键 台大工会教授陈家坤建议 除了加装风扇 循环扇将室内空气往外吹 同时开窗开门 也建议监控二氧化碳浓度 不只梅花座 也最好梅花桌 再拉大人与人间的距离 想重启疫情前生活 内容能放宽 但防疫措施不要怂懈 TVB新闻 终于龙轩童台报道 台中的大杂赚蓝宫 由盐清彪开设的儿童家园 捐款资料遭到盗取了 许多的捐款人 现在都接到了诈骗电话 详情我们交给记者廖反一 好主播 现在所在位置呢 就在台中大甲的 震蓝儿童家园 这里是由震蓝宫设立的 而近期传出呢 有诈骗集团假冒 他们的名义 向善心捐款人士进行诈骗 我们来听听 稍早的记者会怎么说 星期五下午及晚间 大规模的这个 散播打电话 让这些监住者 进而被诈骗 那这个防不胜防 因为我们疫情的 营用转台湾的 这个公益 社府机构都遇到监管 这个收入的减少等困扰 现在又遇上 那这个诈骗集团的侵入 除了优励会 影响捐证者的信心 更是对 所有这个震蓝儿童家园 的长期捐证者 感到抱歉 他们是表示呢 他们收集捐款资料的公司呢 遭到骇客入侵 所以资料外露了 他诈骗集团 就是抓准这一点 对这些善心人士进行诈骗 那目前受害的人数 是有八人 总共诈骗金额 是有九十几万 那他们这些受害者呢 目前都已经向警方报案 而警方也正在调查当中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形 时间先交给棚内 还有一群天道蒙成员 深夜跑到了被害人家的外头 放冲天炮 不只是影响了住户安宁 还进到了民宅里头砍人 桃园的警方 掌握了证据扫黑专案小组 将人全数逮捕 画面上看到一群人 半夜不睡觉 深夜把汽车停在巷口 在一处民宅外 仿冲天炮 声音好大 影响附近住户安宁 原来这是一群 以范姓男子为首的 天道蒙太阳会成员 今年一月时 因为他的朋友 和别人发生口叫 男子得知后 相当不满 带人到对方家 仿冲天炮 还持刀械棍棒 进入对方民宅内 将人砍伤 还夺取财物 警方获报后 组成专案小组 十六号将范姓男子 等七名帮众 逮捕归案 这群黑帮成员的罪嫌 还不止如此 曾经因为跟其他被害人 有债务纠纷 假装要约对方出来聊天 但约出来后 却对对方拳打脚踢 导致身上多处骨折 这次行动是 桃源警方的扫黑专案 不止这群天道蒙成员 从去年开始 就针对可疑地点进行击查 共查获804名嫌犯 许多暴力黑帮分子 终于落网 再也嚣张不起来 海巡署在高雄港 查获了一艘鱼泉 这船上通通都是 走私的名贵猫种 一共有250只市值 突破了1000万元 船长也坦承了 是在澎湖的外海 帮其他船只走私来台 现在呢 因为是走私动物 所以可能得要面临 人道安乐死 拿出手电筒照牙照 海巡人员穿上隔离衣 仔细检查船舱密室 听到这个声音 竟然是一只又一只的喵心人 睁着大眼睛卖萌 不断喵喵叫 四五只幼猫挤在同一个袋子 放眼望去 整个船舱都是宠物龙 他们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成了偷渡客 就是来自这艘走私渔船 早就锁定已久 海巡人员在安平外海 拦下渔船 带回沟雄港 确认船长和船员PCR检测 音信后 二十号晚上六点多 进入船舱搜索 发现大量走私猫咪 船长也坦承 是从澎湖外海 帮其他船接驳 研判有可能是来自大陆的繁殖场 船长坦承 在澎湖外海 像不知名的船籍 结果 尚未收到 报酬及招查获 想趁机谋取暴力 但还没收到报酬 就被查扣 只是船上一共有 六十二个宠物龙 约两百五十只名贵猫 包含了俄罗斯蓝猫 波斯猫 美国短猫猫等等 推估每只约五到六万元 续职总共破一千万 而这些猫的下场 可能得面临人道销毁 这些走私的动物的话 因为来源完全不明 那它的疾病状况也不明 所以按照我们的法规 就是必须要做人道处理 只是这批猫咪数量庞大 十分罕见 但因为不是保育类 加上可能有传染病风险 上千万的苗星人 被不肖伤人走私 恐怕得依照法规 进行人道安乐寺 TVBS新闻 徐克成 孙家娟 高雄报道 高雄的三明区一名路 一让轿车围停在楼红线上头 警方和拖吊车到场之后 已经是拍照准备要离开了 这时候车主急忙冲出来 用肉身阻挡 还一度把车门给打开 和拖吊车司机在大马路上头 将去不下 监石器拍下拖吊车巴库 准备带走影色轿车 一旁的民宅 一名男子急急忙忙跑出来 慌得连口罩都没戴 男子手还放在车门上 不让拖吊车把宝贝爱车带走 但后车轮早就穿上辅助轮 还是用肉身阻挡 警方也来了 还想搭顺风车一起去拖吊厂 但双方争论不休 卡在马路正中央 已经妨碍交通 经过远景一番劝导 车主才愿意乖乖配合 地点就在高雄三明区 二十号晚上八点多 男车主围停在一鸣路的红线上 警方和拖吊车业者到场处理 已经有广播也贴封条装辅助轮 都进入车道了 驾驶却硬要懒下 其实当时整条路不少围停 交代远景也在另一头处理 一看到驾驶出来拦阻 十万火急到场顺离 驾驶也只能妥协 违廷红宪法九百 在家保管费一千 只能摸摸鼻子认赔 毕竟是自己违廷在先 TVBS新闻张丽玲宋家砖高雄报道 家乐福和华航 曾经因为让女员工在夜间工作 违反了劳基法被裁罚 业者申请了大法官释宪 在昨天大法官做出解释 认为限制女性夜间工作权是违反了宪法的保障性别平等 即日起将会失效 连锁大卖场部分分店开24小时 一定有员工上大夜班 但劳基法第49条第一项 限制女性深夜工作 不少雇主因为劳检被发现违规挨罚 因此华航和家乐福申请试线 司法院大法官在8月20号 做成试字807号解释 认定该法条禁止女性劳工夜间工作 违反性别平等立即失效 有一些女生她是会愿意上大夜班的 所以其实应该还是要尊重个人的意味 但是不能勉强 因为女生跟男生总是会有些区别 女生应该可以上大夜班 因为现在就是两性平等 不应该再存在这种偏差 不少民众认为男女平权的时代 不应该因为性别限制工作的时间斑别 过去张画家乐福老检被发现 有四名女员工夜间工作 被县府认定违反劳基法罚2万 但业者不服其诉讼 法官认为员工没工会 而且同意夜间工作 因此撤销裁罚 另外航空公司也发生过同样争议 华航在2015和2016年 两次未经工会同意 让女空服员深夜执勤受罚 但提高败诉 因此申请示线 那法官做出示线 不管劳房不管资方都必须要遵守 他必须接受轮班的情况下 那一些个别的劳工 他是没有个人去跟之方去协商的能力 工会担心事线后 企业会要求女员工都得配合排班 对于无法配合的部分劳工 可能造成压力 应该要留有弹性 让员工可以跟公司协商 保护女生的应该要 但法官认定 劳基法经令 限制女性员工就业机会 不该有差别待遇 但另外劳基法也有保障 怀孕或哺乳期间女性 不得在夜间工作 如果劳工有特殊状况 则要跟雇主来讨论 接着带您看到 在台中出现这样子的一栋 黄金屋 这是一栋透天错大楼 它的外墙被金箔给装潢了 房仲业者表示 这个屋主是一名金箔材料商 旅居在国外六年前 它自地自盖透天房 然后现在做成样品屋 要展示给客人看 转角这栋五楼半的房子 贴出出租告示 但更吸引人的是 它闪亮亮的外观 这个是他们公司 其中的一样的材料 就是20K金箔的建材 贴满金箔的黄金屋 阳光下显得更耀眼 整栋房子大约有300片 八角形的24K金箔装饰材 穿插十字架造型 是融入了屋主的信仰 二楼这一层的八角形 实心贴满金箔 但往上看 有一些是网状 有些则是空心造型 黄金的特性就是 抗腐蚀看双信 然后雨水冲刷之后 其实它就非常干净 所以这个一直以来都是 展示给它的客人 看的一个demo屋 房仲说业主旅居德国 是一名从事黄金 相关产业女性 六年前自地自建 外观贴着24K金箔 是想展示公司建材 屋主她不太愿意 承租是她觉得没有太大的需求 那规券就是 那我们一楼的部分 如果你长期这样空置 其实是容易有一些 人乱丢东西 然后屋主才说 那可以考虑一下 租的业总 他也会去筛选 屋主打算 以每个月30万元 到40万元出租 比起旁边 30年以上 三楼老建筑 每月大约7到10万元的租金 稍微高一点 但还是有不少人 来电悬架 现在看到的这个厚度 是只有100奈米 建筑物上面去粘贴 这样子的金箔 粘贴完之后 再去上一层 整个保护器 根据了解 市场上金箔零售价 像这种规格 10.9乘10.9的 100张大约6900元 不过推估 如果这栋建筑装潢 用5000张金箔来包覆 不算工资 光金箔市价 大约就要30多万元 像我们有些客人 他没有在做焚烧金制 他就直接买这个金箔 那烧完之后 将那个龙碗的金块 放到这个平安府里面 然后就给家人 这样包平安 虽然金箔用于建材 或日常生活 已经很常见 但大街转角 这一栋黄金屋 还是闪亮的 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 TVBS新闻 赖宠人红采了台中 采访报道 同样台中消息 台中捷运绿线 今天上午有列车 开到了高铁站 停车之后发生了故障 初不了解 是刹车系统出了问题 台中捷运绿线 在今天早上7点多 有一辆开往高铁台中站的列车 在到站乘客都下车之后 列车要离开月台时 却发生疑似刹车系统故障的问题 当时无法解除 因此停在第二月台上 不过目前已经被拖离 现场到围鬼去了 画面中看到的这故障车辆 就是编号0102的这两节车厢 工作人员立刻赶来处理 不过详细的故障原因 还在厘清当中 所以工作人员进进出出 还在查原因 索性故障列车被脱离 行驶的轨道后 绿线在早上也已经恢复 双向通车 只是班距的时间 有稍微拉长 而现在因为这个整个捷运绿线 还要正常的行驶 所以要等到晚上收班之后 才会有维修的相关人员 将这一辆故障列车 拖回北屯机场 查明整个系统故障的主要原因 大客车或者是这个大货车行驶的时候 最怕内轮差了 现在桃园市府针对了辖区里头66辆的公车 两侧都装上了AI智慧侦测镜头来提升安全性 公车在行驶的时候 最怕这个内轮差导致歧视的安危 现阶段在桃园市府这边 增设了AI智慧镜头 透过这样的镜头 能够有效避开内轮差的危险 增加安全性 公车两侧黑色装置里头有玄机 这是AI智慧增设镜头 只要装上公车 司机通过仪器 就能清楚看到车体两侧 避免过往内轮差的死角风险 内轮差就会造成 不管是行人 机车 这些损害 这些受伤 我们来在公车上去装一种 AI可以辨识的镜头 那这种AI辨识的镜头 可以去分辨说 是人 是机车 是自行车 还是汽车 世界驾驶座前 这个七寸荧幕 清楚看到车身两侧 你看看 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 都能感应 汽车会显示红色线 行人跟机车只有不同色调 清楚辨识 降低车火风险 拉到车外来看两侧镜头 明显的绿色光线 能感受到两侧来车 透过装置 回传到荧幕上 司机 掌握度很高 就是这样安全上的 比较没有疑虑 每次转弯的时候 其实是都蛮危险的 就是莫名其妙 我的路就被撕掉 对啊 那我就习惯说 就是直接从左侧 这样绕过去 这样子 非常注意 特别是在比较一般 非市区道路 车速比较快的地方 其实要特别注意 在我们桃园市 大概66台的市区公车 先做这样一个 示范性的装设 那么希望 通过这样的一个示范 那么把这样的一个 内轮差的液体 把它凸显出来 然后获得更多的 重视跟关心 桃园市今年5月 测试大客车 视野死角侦测系统 先选择室内66辆公车 在6月底完成装设 7月起上路使用 耗费约600多万 一车约花费9万多元 一旦行人自行车 契机车 进入到公车 5公尺内的 内轮差死角范围 就会收到警示 实际建议扩大使用 再开的话 一下就上手了 会有这个显示出来 然后当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车上的那个 萤幕还有闪烁器 会显示 那就是说 在没有加装这之前 我们就本身就要注意 但是有的话 会更明目的知道 毕竟内轮差事故多 根据统计 全台大型车事故 一年高达5000多件 驾驶死角 和大型车内轮差 是肇事主因 目前先以66辆公车为主 未来若争取到经费 将普及到全市辖区内 849辆公车 车货数据能有望下修 因为我们是在公车上面 来先推动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 就是说在其他的大型车辆 像沙石车或车上面 也能够来装设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主动安全系统 来保护我们行人 在我们交通部的监理考试上面 其实我们在未来 驾照的这个考试 尤其是机车驾照的考试 可能要纳入我们这个 用路环境的一个 主动的一个防御驾驶的 一种概念 先上路的是AI感应镜头 未来将眼影智慧车牌 能通过无线射频辨识系统装置 精准取得车辆讯息 从镜头车牌 博房科技着手 公车更多元 内轮差风险也能大大降低 TB 新闻 叶记宏 蓝渊明 桃园 财报报导 将棋去获得第一个大型颁奖典礼 金曲奖从红毯到典礼上 又有哪一些亮点呢 我们交给现场记者 蔡明娟带我们来掌握 好的 金曲奖的星光大道 将在待会五点钟的时候 就要登场了 那么今年虽然因为 配合防疫的关系 并没有开放观众入场 而且红毯的长度 也相较去年短了很多 今年剩下不到五十公尺 但是呢 还是有许多亮点 是值得带你来关注的 包括了有行走的 费洛蒙之称的寿子 以及担任今晚颁奖嘉宾的 林博宏 陈浩生 两大帅气男神 他们要一起颁发 最佳装真设计 以及最佳MV两个奖项 另外女歌手的部分 有创作才女孙盛希 以及担任红毯压轴的 动力女神苏惠伦 大家都很好奇 他们今晚会以什么样的 造型亮相在红毯上 此外大家同样关注的 就是华语男女歌手的 入围名单部分了 我们透过手版 带你来关注一下 今年入围歌王的吴新峰 他其实是去年的 金曲歌王得主 要挑战二度的莲装 此外林俊杰 他其实已经拿过 两座的金曲歌王了 今年要拼第三座的 歌王奖作 还有三度入围的维迪安 以及二度入围的 淡宝杜正希 还有首次入围的寿子 以及一样首次入围的 大陆歌手李全等等 不过这六位歌王当中 有三位 包括是林俊杰 他人在新加坡 以及维迪安 为了到大陆入节目 目前是人没有办法出席 还有大陆歌手李全 这三位呢 今晚是没有办法来出席金曲奖的 此外再来看到 女歌手的部分 可以看到呢 女歌手包括有 魁威九年 二度入围的田富珍 以及魁威十年 同样二度入围的万芳 还有在前年拿下 最佳国语专辑大奖的 孙盛希 今年也是他第二度要挑战 国语歌后的讲座 再来看到了 包括了 苏惠伦 以及原住民歌手巴奈 还有大陆的歌手谭维维 这三位呢 都是首度入围金曲奖 而这其中 除了谭维维 人在大陆之外 没有办法出席 其他五位女歌手 都会出席典礼 而不管这个奖项谁得 这都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座 金曲歌后奖座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为你整理的讯息 有任何现场的最新 会持续的带你来掌握 而金曲奖本届 其实不开放一般观众入场 没想到还是有黄牛 在兜售门票 而文化部接获了投诉之后 表示会加强宣导 也呼吁民众不要上岛 金曲奖要登场了 观众最期待的歌王歌后世 一大看点 粉丝得紧盯一幕 不容错过颁奖时刻 因为今年不开放一般观众入场 但竟有黄牛献上卖门票 黄牛在让票社团发文询问 有人要金曲奖的票券吗 莫名其妙多了几张 还强调是真的有票 不是诈骗 不过明明不开放入场 这些来路不明的票 文化部也呼吁 今年只有邀请入围者 跟其亲友 流行音乐产业界的人士来管理 一般歌迷若要假冒 恐怕过不了入场查验 我当爸爸之后 我就有空了七年都没有作品 这样 有一点离开这个地方很久 然后又回来 然后有就是再受到一次肯定的感觉 疫情之下特别采取现场访谈 及线上视讯并行的方式 录制节目特辑 这也是在疫情虚幻之后 率先登场的三金典礼 为了防疫这次主持人不走下台 和入围者互动采访人数也降载 避免风险 TVBS新闻成员 我响洪亭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